新云大师1比4书法展 即于7月21日下午1点 在希莱寺隆重开幕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杨建立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代表郑寒斌等 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剪彩仪式 希莱寺住持会计法师表示 今天大家都是很想来观赏一下 新云大师的笔次 新云大师近来身体欠佳 虽然眼睛有些不适 但是写下的这些墨宝都是用心制作 所以也希望大家用心来看来悟大师的字 相信意境一定会有不同 这次展出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大家告知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大师的笔次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杨建立表示 今天很高兴来希莱寺参与 共同举办了这次新云大师书法展 新云大师是位伟大的人 是有哲学伟大思想的神人 大师的书法不是手写 也非用眼看 也非战末 而是用心写就 大师的字就是有心而生的 大师的每个字都是一种缘分 新云大师年事已高 近来身体不是很安康 但仍写下如此精美的书法作品 真的好似在洛杉矶这片文化贫瘠的沙漠中 创造了一片绿洲 非常感谢新云大师 感谢他给大家呈现的伟大艺术享受 今天我们动员了洛杉矶近50位的艺术家在此 以捐赠作品或艺术品的方式 向大师表示敬意和敬佩的感激之情 特别有位长者吴建雄先生 与大师结缘几十年 今天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来 让我务必转达 祝愿新云大师书法展成功 新云大师身体安泰 希莱寺佛光普照